呃 戰術破六千的話 六千 其實有六千要去哪裡啦 戰術破六千的話我們合體拍那個 English Teach 喔喔 欸 你們如果敢讓他到六千 然後我們兩個就全英文 Get Ready With Me 欸 我們好美喔 是高三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 Sarah 我是 Jimmy 啊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代我 我是 我是我是 整個很重耶 Sara 你介紹都這樣子啊 對啊 是啊 只是你配合得太好 我真的是就是來不及反應 好像雙人頻道一樣 對 整個就是 欸 怎麼就直接接上了 嗨 今天呢 你們有看到我們有一位來賓 就是我們第一次出現在這裡的 就是出現在他家非常多次但是 都沒有一起 沒有啦 上次那個啦 聊天了啦 有啦 可是那是在你那邊啊 我們也沒有就是互相 對對對 溫馨啦 溫馨 溫馨聊聊天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 要一起來化妝 那今天的影片也是跟蘭蔻合作的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他們的三個很強的底妝 那我們的話我們是要來使用零粉感粉底 然後還有他們零粉感氣墊跟他們的這個粉底棒的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給大家試用我們全臉的妝容 我們還會用到很多蘭蔻的產品 就是 One Brain Challenge 對 對 就是一個高級 今天有一種高級貴婦感 有嗎 我今天直接穿睡褲來 你有發現嗎 真的假的 我現在才發現 我要穿拖鞋 我下面也是睡褲啊 蘭蔻會開心嗎 今天是這支影片 好啦 今天我們的話 Get Ready With Me 對 就是我這邊就是都是 Get Ready With Me 要來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我過去的十天 我想說過去是怎樣 你要聊整個人生嗎 就是我那十天去住院的時候有多麼的精彩 然後就是 反正我們其實就是只是要坐下來聊聊天 有撞鬼嗎 真的假的 你是為了opening才在那邊撞鬼嗎 沒有啦 你這邊你是要用粉底液以及氣墊的部分 那我這邊的話是要用他們新品就是分 應該也不算新品就是 以他們這裡來說算是最新的這個粉底棒 然後以及我之前也有合作推薦過 在冬天的時候 12月那時候我這邊也有業配就是非常好用的氣墊 對 然後就陪伴Sarah一起聊聊天 對 沒有錯 這氣墊的包裝我很愛 我只是題外化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就先來用我們零粉感粉底液的部分 那Sarah用粉底液的同時呢 因為不好意思啊蘭蔻我一直以來都有說 這一款底妝粉底不是我的菜這樣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好不好 堅守我的原則 我們又要用那個 因為我比較喜歡的是氣墊的部分 還有粉底棒 那粉底棒這邊呢 我可以偷偷順便宣傳一下 粉底棒那邊我有寫一個不是業配的心得 因為我很久之前就有用 那我今天的用法呢 因為我們手邊呢 我們收到就是010跟025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上完半邊臉了 就是有一個很零粉感奶油肌的感覺 但是它的話 我馬上 我現在還沒有定妝喔 就是整個沒有黏膩 超級清爽的 這個超級無敵適合 夏天的時候使用 有人在打粉底 那我現在粉底棒的話 因為它的顏色並不剛好符合我自己本身膚色色調 所以我會先用粉底棒 去大概把我輪廓抓出來 然後再用我們的氣墊粉餅 然後稍微把整個顏色再調和得比較黃一點點 不然這樣子的話 本人出去可能會嚇到下面的民眾 那我要講的是它這個粉底棒呢 填毛孔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那詳細的心得其實我也有在我的IG介紹過 如果大家不想聽廢話 想要聽聊天 然後直接你就直接去我那邊看就好 好不好 直接存下來 優缺我都有講這樣 是兩千字的那一篇嗎 喔就是我們吃飯那一天 自打超多 我告訴你超級用心 真的是給它看起來 還先存起來 可以慢慢看 可以分成三次看 然後我要特別講的就是這個粉底棒呢 呃它的控油度 我在我的帖文裡面有非常的 就是稱讚它這一點 那我現在先來上一下 它們這個氣墊粉餅的部分 在我的臉頰 看這邊這樣 欸來可以靠近一點 不好意思 不同角度看就看得出有沒有油光 沒有油光 對沒有油光 所以我基本上真的就是 完全不需要 好撇除色號這一點 色號這一點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它們現在新出的好像是 010.5還是010 喔那個顏色就很完美 欸不是010.5 反正就是 010.5 010.5嗎 對它們就是那個顏色是介於 這兩個色中間 比較適合我們黃色調 我剛剛把兩頰上了這個氣墊粉餅的部分 因為我兩頰比較容易乾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 左邊是有上 右邊是沒上 然後光是正常正面的這樣照 其實黑眼圈消吃的就蠻多的 我是粉底跟氣墊 我現在整個奶油肌 尤其是上完氣墊之後奶油肌 粉底看起來是比較 霧面一點點的感覺 那我在這裡解釋一下 我現在就是第二步是直接 拍我的氣墊在臉上 那因為呢我剛剛有講 就是色調問題 所以我主要還是會以氣墊 去把這個色調弄得正常一點點 才不會灰灰的 那你就覺得說 欸老師那你剛用粉底棒 意義何在 先把毛孔藏起來 然後把輪廓線抓出來 因為你在這樣子的同時呢 它其實它的粉底棒的質地 不太會被拍掉 因為它就是蠻抓我們的肌膚 其實基本上今天我們要定妝的部分 應該只有眼下 就是我剛剛上的 就是遮瑕的部分 其他地方摸起來非常的乾爽 這是他們家的霧面粉 蜜粉 很水 粉質很 欸我現在底妝已經上完了 反正我這十天呢住在 XX醫院 反正其實這不是那個醫院的問題 但是就是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先排兩人房 然後兩人房的話 這個人沒有做醫療保險 所以我就是要付兩千多塊 一天嗎? 對 我那時候一進去 反正就是遇到一個奶奶 就是她歲數已經很大了 但是她好像身體沒有很不舒服 但是她就很想回家 然後她就是 什麼叫做她身體好像沒有很不舒服 我看到都很心痛 但是這個阿嬤就是看起來就是 很OK 可是她就一直發出聲音說 噢我想回家 然後一直叫 然後就是叫一整個晚上 然後我就 唉 你把人家講得好像在無病身影一樣 超沒禮貌 就是她叫到 沒有因為我就是叫到我瘋掉 因為我就是 我去住院 因為就是我之後會再跟大家講說 我到底就是發生什麼事 那個比較沉重一點 我不想今天講 但是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 剛知道我到底得了什麼病之後呢 我就是 心情已經很不好了 那個阿嬤又在我旁邊這樣一直叫 然後我就有點 我就有點 但是我沒有就是 我沒有就是 去叫阿嬤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我去叫護士 然後我就想說 她能不能進來安撫一下阿嬤 結果我叫了護士以後 護士進來是 阿嬤 阿嬤點點 阿嬤點點 我就覺得 蛤 我就 笑到護士 你不要這樣吧 這是阿嬤 我就覺得 我覺得他們就是麻痺阿 他們就是需要快點處理掉 對 很兇 可是我想說你這樣子兇她 她一定會更不開心耶 因為你看得出來她就只是因為 不開心才叫 然後你 果然如此 她離開以後 阿嬤叫得更大聲 然後我就 對 然後我之後就決定 直接轉到就是一般病房 然後就是 我就想說好 遇到潮的我得認了 至少我不用付錢去給人家炒 那我就是 那你這樣轉有比較貴嗎 沒有就是變成健保病房 但是 沒錯我又 又遇到一個更吵的 但是這個阿嬤就是 身體狀況 但是 第二次的那個 抽坦的阿嬤 其實 我覺得她其實已經很辛苦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 沒有多說什麼 我現在 所以前一個阿嬤就不辛苦 對 前一個阿嬤 她講出真心話 前一個阿嬤就看起來OK 你知道嗎 我很痛苦而已 我那時候全身上色就是各種病痛 我已經就是要死啊 所以 可是第二個阿嬤 她就是一直會發出那個可談的聲音 我就覺得算了 我也 就是 你知道她已經很不舒服 我就沒說什麼 但是重點是 她的看護 OMG 她的看護 對 講話超大聲 她都會一直打電話給她的就是 朋友 然後就會說說 妳說外籍的 對 然後我就是不管她 然後都會拿亞太 對 她就是會在那邊說 哎呀那個肌腑一件80塊 好便宜啊 就是要不要一起買啊 然後就 OMG 不能住單人病房嗎 就是單人病房一個晚上大概五六七千塊 就是 嘿沒有錢 對 就是我一會我要做的那個治療 其實已經花了一筆錢 所以就是 嗯 對 然後 那個外勞我也去 因為非常有禮貌的跟她講過 但是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就這樣被炒了十天 然後呢 我現在先來上一下眼影 這什麼 奇怪的進展 我 我有很多 就是我遇到 我這十天真的過得 不是很 開心 我記得我還有粉絲私訊 我跟我說 Sara 我其實很喜歡 就是她說妳住院還好嗎 我其實蠻喜歡住院 她覺得住院很舒服 然後我就這種 可是我能懂她的心情 就是因為她就是有一種萬事 萬事皆與我無竿的那種感覺 我懂我懂 我那時候有 有時候不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當那個外勞沒有在講話 然後阿嬤也沒有在可談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心裡還算小便宜 欸那時候真的如果你是住單人病房 最便宜也要五萬對不對 因為妳要住十天 對因為我要住十天 所以 嘿 不行喔 我會死掉 我光想到那個金錢的壓力 我應該頭就會再暈個八百倍 我現在在用他們的眼影盤 他們這顏色 很可愛 這個顏色叫做 好吧 十號 什麼 十號 而且妳也太快了吧 你真的畫太快了 對阿因為我的底妝很快 尤其是她那個粉撲 然後跟那個粉底非常好推 馬上就推開了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要畫一個很簡單的妝容 它裡面的顏色其實也很可愛 就是很簡單這樣子 那我可以不要畫眼影嗎 因為妳畫太快了 可以阿 妳實在畫太快了 牙臉很大 但是我還有故事 就是我除了 我今天來陪聊 然後還有用我喜歡的底妝 就這樣子 真的對 就是來這邊 我們等一下還喝茶 然後等一下晚上要去吃飯 有沒有鬼的 有沒有鬼的 沒有鬼啦 那要不要聽我講一個可怕的 來來來來 就是 這樣妳標題就可以打 什麼醫院鬼故事 真的 我媽之前有一次住院 然後她住院的時候 這個粉色好像蠻 是不是挺Q的 它這個粉色還蠻不錯的 它的粉色是 等一下要不要來一點 介於櫻花 跟蜜桃中間的一個很曖昧的 調的剛剛好 可是我懶得畫眼妝的底片 我今天不就是來吃飯的嗎 對 沒錯 我要繼續講 就是那個 我媽她之前住院 她有一次住院 然後 因為她那時候很虛弱 加上她八字也不是那麼的重 所以呢 真的 沒有要笑 這真的 真人真事 然後她有一次就是 聽到半夜的時候 就一直有人跟她說 走開 這樣 可是重點是她是住單人 單人的喔各位 在耳邊的那種嗎 反正她就是有聽到 因為她跟我講 她就說走開這樣 不要坐我位子這樣 可是她就是躺在定床上 所以 當下如果是你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覺得說 所以她是 叫我不要 躺她的床嗎 她是不是 活著之前是躺我的床 Oh my god 不然她怎麼會說 不要躺我的床這樣 好恐怖 然後我媽就想說 她可能她聽錯啊 因為我媽 也算是 也不能說大膽 但就是覺得說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愛到人家 先不要自己 在那邊怕 結果到了第二天吧 她就突然 在半夜的時候 也是聽到一樣的聲音 最後只是 對方 那個對方 她直接使出殺手箭 就是 狂咬我媽的病床 Oh my god 真的真的 我現在沒有掰固之後 是我媽跟我講 然後她就說狂咬病床 然後咬咬 然後我媽就 也很慌張 但她也沒有在那邊尖叫 但她就是 有就是說什麼 又大聲的吼了一聲 我忘記是什麼 Maybe是髒話還是什麼 反正就有大聲吼一聲 然後就停下來 然後隔天就是有把 那個 家裡的那個什麼 地藏王菩薩 還是什麼那類的 那種護身符 放在窗頭 然後再後來 就再也沒有遇到 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不要住院 你罵也是滿猛的耶 超有勇氣 急的時候你就直接 直接罵 對 直接用你的陽氣把它嚇走 對 就是聽起來滿瘋的 但就是 我覺得還滿猛的耶 媽媽很猛 真人真 這個蘭蔡的腮紅顏色超美的 然後這個顏色是 真的名不虛喘耶 因為之前湯一直說 你化妝很快什麼的 我就知道你很快 我也看過你化妝 可是我沒有跟你一起做著化妝 所以我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速度上 因為我現在還有加快喔 真假 就是不知道一起在同一個旗袍線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我不知道原來擦這麼多 因為我喜歡慢慢化 我是 就是 需要快 很沒有耐心 反正我們等一下也沒有要去哪裡 對 真的也沒有要去哪 我只是單純沒耐性而已 好我打岔一下我這邊是 我剛剛畫面上應該有用給大家看 就是 這一個色號 就是同一款 眼影但是你的色號是什麼 我的色號 玫瑰的這個色號 我是10號 然後我是2號 2號這個我剛剛沾的是 就是右邊數來第二個這個冷灰色 因為我今天也沒有想要化 就over 所以 我就是加強一下在我的眼角 因為畢竟我們這種單眼皮的 如果上完底妝 然後眼睛什麼輪廓都沒有化的話呢 你就是 你就是2D 2D咧 這盤還蠻不錯的耶 蘇不蘇 這盤可以耶 而且它還有白色 我剛剛第一次在你家化妝對不對 對啊 你平常來怎麼可能會來化妝 都素顏來 就是然後彈在那邊 然後開始聊 然後開始叫 叫什麼叫什麼 叫很多啊 廠商啊廠商 對 這能放嗎 為什麼不行 又沒有說誰 又沒有說誰 沒有他們看了以後開始懷疑 欸是我嗎 是我嗎這樣 是 反正主要是當 當支影片的絕對不是當支影片 對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你 那下一支可能就要講你喔 啊沒有 開玩笑啦 開玩笑啦 別人 這是 豬肝粉色 對 我剛剛想一想 我沒有 就是玫瑰 豬肝玫瑰 但是豬肝還真的是很 很貼切 喔 有點乾 因為我喜歡蛋蛋 今天 好的那麼 我現在是底妝上完了 然後 我們接下來最後一個 是要來上唇膏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很美的顏色 但是還是要稍微 放一張圖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選色 直接擋住我的臉 直接擋住我的臉 對 你們可以直接看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色調的 然後就是有 冷色調啊 中間色調啊 暖色調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會就是 有很多疑問 那如果你是網路上 就是有挑選的話 不然我覺得還是 我當然是最建議 還是直接去櫃上 這邊我想要幫它補充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 藍康他們家這個粉底液 在網路上的官網圖的色票 跟實際上你用到的顏色 其實相似度是很高的 真的 大概八九十是有的 因為有些 有些是真的是弄出來 就紅色這樣 怎麼那麼紅 就是A 你這個明明是BO 怎麼擠出來 像W 哈哈哈哈哈哈 這點如果你比較不習慣去 專櫃那邊試的話 你還是 還是建議我們這邊 兩位官方還是 用 你的臉直接去試最準 對 可是你可以先看 你可以稍微 對他們的色票就是 對你起碼挑了幾個 然後直接過去說 我要試哪個顏色 或他建議你 這樣子 好那 恐龍的環節 我們兩個挑不一樣的產 那這一支呢 當然這支就是 藍蔻的 非常紅的 這個唇釉 大家應該知道吧 從他們那時候 這個顏色我印象中 好像一開始是沒有進台灣 那是 有陪你去挑 對對對 那時候就 有進了 但之前最紅的時候 他沒有進 那這個色號是 274 就是我們的 溫柔奶茶玫瑰 然後我的話 今天要直接 使用他們家的唇膏 這是那種比較潤色的 然後是 387號 就是一個MLBB 比我的素唇還淡 真假 你看 欸你的素唇真的是很 好啦就這樣 嗯 有差嗎好像 我看一下 有啦一點點 一點點就是整個就是 氣色變好 更好一點 就是一個裸 裸妝 它的粉底是 完全不會那個什麼 不會暗沉 因為其實我顏色 已經算是蠻深的 如果它暗沉的話 我們今天就會很悲慘 因為其實顏色 會很明顯 對就是會 我們會直接 但就是我現在完全是一個 很符合我的顏色的 不暗沉真的好重要 對然後我今天這個look就是 呃 非常快速 因為我本身日常真的出門 如果今天 因為真的太熱了 如果要化的話呢 我們就是靠一些很好的底妝 把皮膚 膚質質感 搞得好像很好 然後再上一點點 微素唇 加一點點眼睛輪廓 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 像我夏天啊 我穿衣服我沒有辦法 像這樣我可能就會覺得 這還好這還蠻薄的 這很薄啊 這很舒服 對但如果穿得這麼素 就是一個T恤的話呢 我其實不會想要化很重的顏色處 對對對 我想要整體一致性 基本上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們就是來聊聊天 小聊 好那最後呢 因為身為最佳業配來賓 我必須要盡一點我的職責 就是宣傳一下我們的這個活動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手上的這個 白色T恤跟奶茶瓜 這T恤真的其實說真的蠻好看的 真的 可以穿出門我願意 對 但是我為什麼我今天沒穿 因為 公關寄給我的尺寸有點偏小 就是可能會小露肚子這樣子 然後可能不知道我180 所以就是那個衣服有點小 不然我今天也很想要穿 對 那這個罐子呢 它裡面會裝這個T恤 那怎麼樣得到呢 你就是直接在櫃上呢 直接買兩個零粉感系列的底妝 其中一個要含零粉感的粉底液 也就是Sara今天用到這個 那只要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我們手上的兩個東西 OK 我最強來賓 嘿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有喜歡的話不要忘了給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讚數破六千的 六千 其實有六千要去哪裡啦 讚數破六千的話 我們合體拍那個 English Teach 喔喔欸 你們如果敢讓他到六千 Hey guys 然後我們兩個就全英文 Don't get ready with me 你這個直接放 opening 真的 當破口 不會六千 因為六千 我覺得這樣 不是我們這種等級的人 五千 五千也不會 我自己最多好像也三四千 沒有到五千 喔好棒 我也是 我好像兩千多吧 OK那 Hey guys 對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去follow我們兩個的Instagram 那今天影片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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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蘭蔻的粉底 就是還是跟我剛剛一樣 現在是2點24分 大概過了四個小時 然後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說 我剛剛拍了一支影片 所以 妝化的很濃 嗯哼 OK 現在呢是下午的4點34分 已經大概六小時過去了 剛剛有出門去家人服務採購東西 妝感非常非常的完整 雖然說剛剛跟整個妝整個跟剛剛很不一樣 雖然我把假睫毛拿掉了 然後完全沒有暗沉 因為其實我原本這個顏色就有一點點深了 它如果再暗沉的話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但是它完全沒有 從相機上看起來又更不明顯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實測結尾的部分